来关注疫情方面 近日 海关在来自南美厄瓜多尔的洞仙食品外包装上检出了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同时 美国 欧洲等肉类企业新冠肺炎疫情聚集性爆发 冷冻冷藏海鲜和肉类有没有成为新冠病毒传染源的可能性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李宁表示 新冠病毒经消化道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到目前尚无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的证据 到目前 全球确诊报告的1000多万例病例中 中国确诊报告的8万多病例都没有因进食食品而出现病例的报道 李宁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组织制定关于冷链食品的生产经营卫生规范 对食品冷链的各个环节 包括生产 加工 销售 运输 储存 都提出了具体的食品安全规定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